大家好,我是來自傳義設計科的吳某偉,大家可以叫我Clive 大家在每年暑假都會來我們的Annual Show 今年就有些特別安排 因為疫情關係,將整個Annual Show放上網 我們叫做虛擬Annual Show 在這個虛擬Annual Show,跟我們真實的Annual Show差不多 大家可以來到我們的虛擬Annual Show裏面 可以看到所有同樣的作品,除了作品之外 也可以看到他們作品的展示視頻 你會想,如果這樣走Annual Show很悶 我們都安排了特別的節目給大家去玩 我們有一個Treasure Hunt的遊戲 這個遊戲如果大家贏出的話,我們都會送一些紀念品給大家 每個星期都是不同的 希望大家可以踴躍地去看看我們的虛擬Annual Show 大家會問,為什麼會選擇理大設計呢? 其實我們學校本身有大約1100名學生 都幾多,來自世界不同各地 來自香港、中國、亞洲、歐洲、北美洲等等 真的是全世界,每一個地方都有學生在我們讀書 我們在全世界排名是第15名 這個世界排名是由QS世界大學科排名 藝術與設計2020的資料拿回來的 其實我們有多少科讀呢? 我們有七科可以給大家選手 包括有廣告設計學、傳意設計學、環境室內設計學、產品設計學 以及社會創新設計學 還有兩科是兩年課程來的 就是數碼媒體和互動媒體科目 先說我們的廣告設計 我可以給你看看同學的作品和學科的特別之處 你看到廣告設計是顧名思義廣告 可能大家幻想廣告通常都是在電視上出現 或者是在YouTube那些廣告 其實廣告本身的範疇是非常廣闊的 你看到右邊竟然廣告是可以做Apps的 但不用擔心我來讀設計是否要寫程式呢? 未必需要的 因為我們設計不是等於要去發展 所以你看到它是透過Apps這個平台 是創作出一個信息 去令到客戶去買它的產品 或者是宣傳一個信息 另外你看到左下角也是很有趣 它是透過文字和一個影像 放在一個汽水罐上面 去進行它們的一個宣傳手法 你看到上面那裏有個女生拿著海報 就是見到我們廣告設計系那邊 通常就會這樣去表現 可能你們會想 咦?我們平時去表現 是不是真的按住PowerPoint之後說呢? 不會的 它們真的會拿著一些實物 在它們的作品前面去討論 去談 我們是很喜歡這種人與人去交談 或者是導師互相 或者學生互相給意見的方式去學習設計 你看到那個氣氛是非常之好好的 除此之外 你看到原來廣告設計拍很多片 我都聽過那些同學說 他們說 雖然老師不是說要他們做那麼多事情 但是他們為了自己想表達的信息 表達的創作 他們可以捱奸底夜 做到真的 我看見他們的辛苦 就是身水大汗 我看見有一個作品 簡直是在豬欄裡面拍的 跟豬一起躺在那裡 很骯髒 他們都無所謂 為了自己的作品 追求一個最好的表達方式 所以你看到是很豐富地 很好玩 亦都是很多事情去學習得到 現在我給你們看一條影片 應該是今年同學的作品 你可以看看 然後希望你們明白到他表達的信息 好 原來這個這麼有趣的影片 最初我們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看到一個很貌美的女性 走去一個好像魚市場 街市的地方 撞到一個魚 魚販 即是賣魚的人 然後就去宣傳這個Spotify 他可以共享 即是無論你是這個人是你什麼的人 你都可以跟他有一個好像現實之中沒有什麼關係 原來你背後可能他是你爸爸 或者他是你家人一個 即是成員其中一位 有一個關係在這裡 我看著這部影片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很面善 因為其中那個女生就是應該是我的學生 好了 現在就講回我自己的一科 我主力是教這科全意設計學的 有時候我都會幫忙教其他科目 這一科其實是怎樣的呢 跟其他科又有什麼不同呢 有時候很多同學都會問 究竟全意設計和廣告設計有什麼不同呢 現在我可以告訴你那些作品 你可以想一想 你們覺得哪一樣的表達方式 或者哪一樣的創作 是適合你們自己去發展 你看到最左上角的作品 是關於一些紀念品 這個同學一直都在想 香港其實有什麼紀念品可以去做呢 他最主要就是 反而不只是去想一個概念 他是想用回現在有的印刷科技 怎樣可以在一個平面設計上面突破出來 去做一些不同於一般市面的一些紀念品 然後你望去右邊 你見到有些是關於一些我們的心情 一些心理的應用程式 又或者是有些 這個我記得應該是應該是 除了心理心情之外 是一些好像是中藥 還有一些關於Friop的一些手機程式 亦都是跟廣告一樣 我們不會說要你真的寫程式做出來的 還有你外面都不會這樣 通常就是做一個設計概念 你講到設計的流程出來 令到有其他建築者會明白 我們已經是可以了 已經可以了 右手邊見到右上角 就是一本關於不同種族的一些文化現象 這個同學就把巴基斯坦的朋友 想我們香港人認識他們更多 就做了一個 campaign 好像是 我都依稀記得 好像是鬥快跑 一邊跑就去明白了這個文化 然後你見到除了這些很特別的 project 之外 亦都有一些藥物藥盒的包裝 你看到看出來 你以為是一本故事書 其實它是藥 因為我們透過很多用家的研究 透過很多的了解 我們知道其實有些產品是需要有不同形式展示 才能夠令到用家他會真的想用 這個也是我們其中的範疇 我們很多時候會做很多用家研究的行為 另外最下面那裏 亦都是我們其中一科 就是很重要的一科 就是做一些指示 我們叫做資訊設計 資訊設計下面 它衍生出來的 就是剛才說的一些產品的設計 或者是一些路向的設計 Wayfinding的設計 你看到這個Wayfinding設計 就拿了獎 以及同學之後去了英國 去回一間很出名的Wayfinding公司 繼續他的理想 OK 還有就是你看到我們涉獄的範疇都比較多 除了這個之外 亦都去想過一些公共圖書館的空間運用 我們會創造一個形象給圖書館的一些空間 你看到這個就是同學去想究竟現在現有的公共圖書館空間 例如有同學留意到近期有很多青年人喜歡共享空間 甚至乎共享他的居住環境 居住 這班年輕人 好了 現在我就想說一下環境及設計學 記得前年有同學 我一講到這個議題就問我 這一科跟建築學有什麼分別呢 我給你看一下這些施錄 大家就會明白其實這個和其他學院的建築有什麼分別 這科其實有什麼讀呢 你見到左上角那裡有些人在佛木 有些人在起樓 你會想是不是在讀建築 其實這一科很有意義和很有意思 環境設計科的導師 他會帶了一班同學去日本那裏 去建一些方便當地居民的建築 你見到中間有同學就跟導師在研究他自己的創作 以及導師的理解導師給他的意見 你見到他們都不是說只是透過電腦去做 他們會印了很大張的計劃 很大作品去和大家一起討論 除了導師之外和其他同學一起討論 我都覺得他們的環境很有趣 他們在十樓 我上到十樓的時候 我見到他們放了很多不同的作品 那些作品是很特別很有特色的 每個形狀我都未見過 很有趣 我覺得他們是有如我以前看中學同學的一些雕塑作品 一些對環境空間的建築 所以如果你是對這方面很有興趣的話 我想EID Environment and Intel Design 這一科目其實是幾對你們 幾合適你們 除此之外 當然他們都要學一些本科的知識 他們畫圖、平面圖、橫切圖 都很有水準 通常會有同學問 用什麼軟件、用什麼工具 這個不用擔心 我見過他們上課使用的工具 是跟坊間使用的東西 是跟專業使用的東西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工具的運用 還有現在我想工具怎樣用 你們都可能在看YouTube 或者是看其他課程 都還會留心過我們去教你們 你看到它是透過畫很多平面圖、草圖 去實踐了他們的想法出來 在EID裡面 除了透過設計 其實他們進行很多實驗、很多探索環境空間 譬如右手邊那裡 你看到它是嘗試用不同的顏色的堆疊 去創造一個空間的感覺出來 所以如果你覺得 我真的不只是想畫一張畫 不是想對空間很有興趣 對環境的使用很有興趣的話 這一科是真的幫到你們去發揮的 OK 然後就講一下產品設計 產品設計 在我們理工 即是PolyEU裡面 其實經常都拿獎 所以大家同學也是 如果對於一些 即是現在喜歡想一些 產品的使用 產品的設計的話 這一科也適合你用 我也明白 大家可能來自Visual Art的背景 Visual Art裡面 可能比較少去討論到產品設計 但是你們有很多時候會做一些陶瓷 做一些型的探索 這個和EID都有些相似 不過產品你可以當是大部分人 單人或者幾個人用得到的東西 顧名思義 就是產品設計 你看到中間這一張椅子 其實就是剛剛今年 在Dyson這個比賽裡面 拿了香港的獎 其他幾年都曾經拿過很多獎 你看到左下角 這裡就有一隻手套 這個我記得就很有意思 因為他是說 想做一隻 即是用FID打印 去做一隻手套給他媽媽 因為他媽媽 之前好像有些事情 搞到手就不太靈活 他就做一些比較有意義的產品 你看到 椅子旁邊有些數字 這個我又很記得 是很有趣的 他是教小朋友去怎樣計算 他用了一個數字 變成好像一些LEGO 一些對答的東西 去令到學生 令到小朋友明白到 原來這樣就是計算到數 就好像我們現在一個新的算盤 當然比算盤更加吸引 這個就是剛才說的 Lational winner Dyson Award 2020 香港 我也想不到原來巴士的空間 可以透過你產品的設計再創造 他們試過那張椅子的人的力確 人的舒適度 然後就推論了原來巴士的椅子 可以這樣摺起來 拿多些空間 也可以摺起來之後 給多些不同的人 去使用 譬如雙層人士 或者是老人家 這樣去靈活使用巴士空間 這個這麼有智慧的想法 所以就得到這個大獎 他除了關心我們一般的空間使用之外 一般的產品使用之外 他也會有些關心一些我們叫做特殊需要的小朋友 譬如有自閉症的小朋友 這個他就創造了一些形狀 給一些怕聲音 怕 很多 嘈吵的 噪音 影響了他們 去日常活動的一些小朋友 因為在自閉頻道裡面 其實當中是其中一樣 這個這麼有意義的創造 他想了幾個形象出來 就是可以幫到他們去克服這些問題 透過摸 透過其他的觸感 去克服一些他們 經常生活遇到的問題 你看到產品設計 傳義設計 室內及環境設計 和廣告設計 其實他們個別的範疇都很不同 希望大家同學就先想一想自己 自己喜歡什麼 自己通常的作品 或者你的理想是什麼 然後就找回一課 適合你們自己去進修的科目 去修讀 好了 現在我就想跟大家說一下 入學程序是怎樣 我們入學程序正常的情況 就會是在十月那裡 你可以用Brand A和B都可以去選擇我們的課程 然後在五月中至尾 我們就會安排一個Aputee Test給你們 這個Aputee Test 大家一定要參加 如果你不參加的話 就可以不能夠我們安排到面試給你了 然後現在未清楚時間 大約是七月底 當你DSE放榜之後 而你的成績又達到我們的要求 包括中文及英語語文有Level 3 數學和通識有Level 2 然後兩科選修科有Level 3 那你合我們的最終要求 而又接受我們的Aputee Test 其實我們就會邀請你去面試 記住一件事就是 其實在兩科選修方面 我們沒有要求我們一定要選修Visual Art 所以大家同學不用擔心 也記得留意遲些公佈 因為DSE的考試未確定時間 如果我們一有新的資訊 就會再跟大家分享 然後大約在七月底 我們就會安排面試 在面試裏面 我們要求你帶和你的作品一起來 我們在面試的時候 我們會看你們那時候Aputee Test的一些結果 以及會看你們的作品 就會和你們去傾談 究竟你們是否真的合適去修讀這個設計科目 大約在八月左右 我們就會公佈結果 大致上整個入學的程序就是這樣安排 好了 講到這裡 我想大家都聽了我很多話說 那 除了我講之外 我們都安排了很多其他網上講座的 給大家去了解多些我們這一科 這間學校是怎樣的 所以請大家可以用這個KR Code 去看多些我們關於設計 關於學習的一些講座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去IG 去Facebook 追蹤我們 我們很容易找的 你打破你YouDesign 一定找到的 好了 今天我的分享差不多了 但是接下來我們還有一個環節 這個環節可以讓大家隨便發問 我們安排了同學仔 跟我們的同學去解答你們的問題 這個環節就叫做 設計學生聊天 除此之外 我們有些資訊 你們都可以去看一下 譬如這個KR Code 可以去到我們的網頁 然後你也可以打電話 發電郵 以及去到我們的網址 看更加多的資訊 好了 多謝大家 今天來到我的分享 拜拜